各位朋友好 今天想跟大家谈一谈群体性事件造势的方法 现在在中国的群体性事件 那是此起彼伏 每天全国各地都在上演 但是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成功的能够冲垮中共的统治秩序的 为什么呢 其中原因很多 整个的国家老百姓的反抗精神 还没有达到这个临界点 大家聚集的人数还不够多 大家都不满 还没有强烈到那种程度 但是现在已经非常宁静了 这些因素都会很快在短期之内都会消失 但是还有一个方面 就是技术方面的原因 就是我们这个群体性事件的组织者参与者 我们的战略战术还没有得到完善 所以说我们现在呀 没有把我们这些能够推动民众抗争的这些因素 这些有利的因素全部都利用起来 我今天就讲一个这个群体性事件 或者说街头抗争的这个战略战术 就是造势的问题 任何一个大规模的集体的运动都有存在着一个造势的问题 把势造好了 我们的势气就高 对方的敌方的这个势气就低 那么就会吸引各个阶层的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这个运动当中来 所以造势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 如果一个群体性事件造势没造好 那这个事件就没有希望 就没希望成功 那造势有哪几个方面呢 主要指这个有两大类的造势 一种是听觉造势 就是要运用响声 运用各种声音音响的效果来造势 另外一种是视觉造势 就是让大家感受到这种视觉的刺激 通过视觉的刺激 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的这个抗争队伍的力量 我们抗争队伍的这个动力 这种士气 两个方面 其中听觉方面的造势 我把它归纳为四种造势法 首先来讲一个 起源于南美洲的民主运动的造势法 叫做敲锅造势法 这个造势法在南美洲曾经从七十年代开始 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一直持续到整个南美洲 全部的这个风云变色 专制政权垮台 民主政权 民主制度建立 整个过程当中 敲锅造势法 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 就以智力为例 智力当年呢 这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军政府统治 那个独裁者叫做皮诺切特 还是非常心狠手辣的角色 当民众起来反抗的时候 他们是怎么样镇压的呢 他们把那些反抗的这个运动的领导者 骨干的参与者 把他们绑架了 然后呢 拉到军机上面 然后呢 把他们带到太平洋的上空 直接从军机上面扔到太平洋里面去 就这样 他们在全国暗杀了 谋杀了三千多个反抗阵营的参与者 当时在智力造成了一种非常强烈的白色恐怖的气氛 以至于让所有的老百姓都生活在恐惧当中 这种情况下大家都不敢上街 不敢去正面的跟他们冲突 怎么办呢 民主阵营他们发展出一种 应用声音来制造反抗阵营的这个声势的这种效果 大家都不上街了 大家到了某一天晚上都约定一个时间 天色暗下来的时候 大家一起在自己的房屋内 在窗边上开始敲锅 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敲锅声呢 还是零零闪闪 但是呢 一旦有人开始了 周围的人就开始响应 不到几分钟时间 整个城市 整个社区 都是一片敲锅的声音 大家不用出门就可以抗争了 无论你的这个军政府啊 有多么凶狠 但是我们关起门来 自己在家里面呢 敲锅 你没有办法阻止 而且呢 你没有办法定位 等你来军警来到这一片的时候 我们这一片停止了 但是城市的其他的地方 全部都敲起来了 当你来到一家门口的时候 这一家停止了 但是整个社区的其他的家 大家都在敲 你怎么能够阻止得了呢 当民意达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你无论专制政权 用什么样的恐怖方法 我们这个用敲锅造势法 都能够破你这个局 破你这种事 那么我们自己的士气起来了 当敲锅达到一定的程度 当大家都知道 全国人民都在反抗的时候 对方的那个军政府就知道 他们这种恐怖效果 并没有把人民压服 而人民也知道 我们的力量大 我们的人多 我们坚持下去 迟早他们都会完蛋 迟早他们内部会产生裂变 果然 这个智力啊 到了八十年代末期的时候 军政府就撑不住了 就向人民投降了 智力现在是一个 已经顺利完成民主转型的国家 经济发展的也很好 社会秩序也很安定 又成为南美洲的 民主制度的模范的国家 这是敲锅造势法 这种造势法呢 最适用于像乌坎 像这个以前的 这个前两年 这个连云港事件的那种场景 中共派出了大规模的 大量的军警 对整个地区 整个社区进行了控制 老百姓没办法出门 没办法出门的时候 当对方力量强到我们 没办法跟他正面冲突的时候 我们就用这种方法 在绝境中跟他抗争 这种抗争就可以持久 可以不断的瓦解他们的军心 不断的增强我们的士气 如果是这种方法 在中国 全国各地得到传播 得到扩散 那么我相信 不出两个月 全中国的这种群体性事件 就会连成一片 当中国的这个敲锅的声音呢 此起彼伏 连成一片的时候 这个政权离垮台 也就非常接近了 这是敲锅造势法 还有一种造势法呢 就是击鼓造势法 这个鼓声过去在军队里面 是代表着要进军的这种声音 击鼓就是往前进 为什么军队要击鼓呢 就是因为这个鼓声 不仅仅能够统一大家的前进的步伐 而且给自己有一种壮胆的效果 给对方有一种震慑的效果 到现在为止 我还没有看见过 大家运用鼓声来造势的这种先例 那我希望将来的群体性事件的组织的领导者 一定要注意这个方面 鼓到处都有 敲我们也不需要多少技术 主要是造成一样一种强大的声音的效果 人的喊声传的不远 但是鼓声它可以传的很远 它可以传出几十条街上百条街 把周围的所有的这些民众都吸引过来围观 把周围所有的支持者都吸引过来参与 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的队伍扩大 群体性事件是一个靠人头 靠属人头靠人多势众 来取得力量的这样的一种斗争的方法 那么击鼓就能够造成我们人多势众的这种效果 这么简单的方法 希望大家一定要运用好 第三个就是口号造势 人在游行的时候 在抗议的时候 嘴巴是不能闲着的 人的声音它是最有感染力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设计一些非常有利的简短的口号 你比如说教师要上街的话 你说因为发不出工资要上街的话 那就是喊我们要吃饭 我们要生存 这么简单的事情可以引起很多其他阶层的共鸣 当然了每一个群体性事件 你都要设计出自己独特的口号 那简短有力表达诉求 同时引起周围的人的这个同感 这个口号的作用就形成了 当几千人几万人一起叫一个口号的时候 这种震撼力那是非常强烈的 这种吸引力那是非常的有效果的 第四个就是歌声造势法 我在87年的元旦曾经参与过当时的一场学生运动 元旦的时候全国各地 全北京各个高校的大概有一万多两万学生 从四面八方都聚集到天安门广场 因为那个时候群众无所没有真正的一个组织者 大家都是自发的去的 去了之后呢 因为没有组织者大家都无所适从啊 不知道怎么办好 大家感觉的虽然人群是聚集在一起了 但是还是一盘散沙 这时候有一部分人啊就开始唱歌 那个时候啊我们唱国际歌 那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一有人唱歌其他的人一硬喝 一万多人两万人呢就开始同时把这支歌唱起来了 这样一唱呢大家心理上的这个感觉 这种共同体的感觉就形成了 歌声呢他是可以啊能够感染情绪的 所以这么一唱起来 这一万多人两万人就形成了一个战斗队伍 大家就一下子聚合起来就开始游行了 在现在的这些群体性事件当中 我希望大家也把这个歌声造势法用起来 用好这四个造势法啊 敲锅造势法 这个击鼓造势法 口号造势法 歌声造势法 我们的运用声音造势的这种全面的这种效果 就会形成就会增加我们群体性事件的 这个影响力感染力扩张力 也会增加我们的实现我们利益诉求的这种几率 声音造势法呢是其中的一种 另外一种呢是视觉造势法 那人的最重要的两个感觉器官 对心理影响最大的两个感觉器官 一个是耳朵一个是眼睛 所以我们把这两种全部都用上 前面讲了声音造势法 就是所有的人呢是大家是在一个阵营的 专制统治的 它的一个特征 它的一个前提就是老百姓要分散 大家不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阵营 那颜色革命就是用一个简单的方法 告诉大家 我们这些参与者 我们这些抗争者是同一个阵营的 跟这个专制政权是站在对立面的 这就是颜色革命的方法 那最早的是在菲律宾 1986年的菲律宾革命当中推翻马克思 独裁政权的这个革命当中运用了这个颜色的因素 当时呢反对派领袖阿基诺 被马克思这个独裁政权所暗杀 那么大家就用这个黄世带来表示对他的悼念 后来整个反对派阵营呢 就运用这个黄色的这个服装阿和旗帜阿和这个黄世带呀 运用这个来统一反抗阵营的队伍 所以那一场革命呢也叫做黄色革命 那是颜色革命的第一场战役 那场战役就赢了 这种黄色这个服装阿黄世带呀就起到了 统一革命阵营的这种效果 那后来呢在东欧的这个乌克兰的革命当中 叫橙色革命又起到了作用 那后来在其他的这个东南亚国家 比如说在台湾在泰国 又有红三军啊又这白三军啊 这都是运用统一颜色的这个服装啊 来整合抗争阵营的这样的一些成功的案例 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呢 现在还没有发展到这个阶段 那我希望所有的这些组织者 大家要参考这些过去的 其他国家的这种成功的经验 他山之石可以公寓啊 我们把这些经验借鉴过来 就会提高我们群体性事件的 就会提高我们抗争阵营的 这个斗争的水准 那第二个视觉造势的方法呢 就是要用旗帜造势法 一个抗争队伍一定要有旗帜 现在的这个中国的群体性事件里面呢 旗帜也是被大量运用的 但是很可惜的是大家没有打出正确的旗帜 比如说前一段时间的这个退伍老兵的在正江的聚集 他们也打出旗帜了 打出的是什么呢 打出的是他们这个中共的党旗 还有五星红旗中共的国旗 起什么样作用呢 实际上是向对方告诉对方 我们是自己人告诉这个抗争的对象 说我们跟你们是一伙的 我们是自己人 企图用这种方式来缓和与对方的这种直接的冲突 让对方不要镇压自己 实际上这种效果是非常差的 对方难道要你告诉他你是自己人吗 你们已经跟他在利益上面站到对立面了 你们就是他们的敌人 你们已经聚集了 对他们的统治产生了威胁了 你们就是他们的敌人 他们找到一个机会就会把你们镇压下去 不要存在任何的幻想 所以用这种打着五星红旗党旗 这种办法是非常愚昧的一种办法 是一种这个鸵鸟心态 当面对危险的时候 你把自己的头埋到沙子里面 自己看不见了就觉得危险不存在了 这能够行得通吗 我们也看见过其他的民间的这个抗争里面 也运用了这种方法 你像这个乌坎的民众 虽然他们的抗争是非常勇敢的 而且组织的也是非常好的 但是在运用旗帜这个方面是犯了大错 他们也是打五星红旗下打党旗 这个不仅没有缓和这个专制政权镇压我们的这种决心和意志 反而把其他的这些支持者把全世界的对这件事情的关注度降低了 让大家觉得你们并不是真正的在反抗 当然我们也不主张说是你在反抗的初级阶段 在力量还没有成熟的时候 就打出了这个打倒共产党这种旗号 直接跟对方产生强烈的冲突 那也是不明智的 但是至少至少我们不能告诉全世界 告诉中国的其他阶层的人 我们跟共产党是一伙的 不能这样做 我们可以打出一些中性的旗帜 比如说我们打出蓝色的旗帜 上面写着公民两个字 这两个字没有任何跟中共完全对立的意思 不会形成跟中共政权的直接的冲突 不会让中共觉得这是要推翻他们 但是我们向外界表达了一个诉求 我们跟中共不是一伙的 我们蓝色是要求政治要清明 环境要清解 我们打出的这样的一种蓝色的旗帜 这是代表我们中国公民的心声 我相信中国未来的颜色革命的主色调 一定是蓝色的 蓝色代表政治清明 第二个是代表环境的清洁 非常符合中国的未来的发展道路的一种颜色 第三个视觉造势法 就是用标语来造势 大家看过过去中共的战争篇 讲到中共的那些军队那些游击队走到一个地方 他就把他们的标语写到哪里 在国共内战时期他们就到处写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走到哪里写到哪里 中共就是非常懂得用标语造势的这么一个团体 它起到什么作用呢 虽然中共的人不多 但是他们的标语到处都在造成大家一种视觉效果 就是中共是无所不在的 无所不在就感觉到给人一种力量 那么普通的人大部分的 他都是愿意跟着那些有力量的人来走 有力量的政治团队来走 现在我们也要用这样一种方法来造势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我们现在的群体性事件全国到处都是 有一些地方是规模非常的大 但是当这个群体性事件被镇压了之后 我们在这个城市里面 在我们的社区一点痕迹都留不下 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大家如果是运用了这个标语造势法 情况就不一样了 比如说 当一个城市爆发了几千人几万人的 这种群体性事件之后 我们在进行抗议的同时 大家每一个人都拿一个油漆碰罐 到处都写我们的标语 那么一场事件过后 满城所有的公共建筑上面 都覆盖着我们的标语 这个时候中共即使是成功的 把这一件事情镇压下去了 平息下去了 但是这些标语会在这个地方 留下很长的时间 他们需要用很大量的人力物力来清洗 就会对整个社会造成一个持续的动员的效果 就会把这个事件在平息之后 它的影响力还扩大到最大的地步 同时在这个事件过程当中 因为标语铺天盖地 也会对其他的还没有参与的人造成一种心理的影响 就是说这件事情规模极其浩大 那么参与到里面人多事重 是风险很小的 大家感觉着风险越小 那么参与的意愿就越多 参与的人就越多 参与的人越多 我们成功的希望就越大 还有一种比标语操作起来更加简单的 一种视觉造势法 叫做符号造势法 一场政治运动 一定要有一个或者几个象征符号 象征符号是什么作用呢 它把所有的我们的诉求 我们的这个主张 都凝聚成一个符号 用一个符号来代表 而这个符号表达起来又非常的方便 传播起来又非常的迅速 这就是符号的作用 象征符号它起到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你比如说在89年 89年的学运当中 创造了一个符号 就是打这样的一个V字形的手势 代表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符号 当时非常的流行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 那么我们还可以设计一些 更能够代表我们未来抗争的 这个诉求的这样的一些符号 我们前几年创造了一个符号 叫做导共符号 就是把这个共产党的共字 把它倒过来写 然后在外面画一个圆圈 叫做全民导共符号 这个符号写起来 画起来非常的方便 如果是我们群体性事件 将来在全国大规模展开 人多力量大的时候 大家提出了一个 把群体性事件的这种普通的利益诉求 要转化为政治诉求的时候 那么有一个政治诉求 一定是会提出来的 就是推翻中共 就是让中共解体 导共 这就是我们未来的 这个民主革命的一个成功的 一个先决条件 中共必须得灭亡 民主才能够开始 中共这个政权危害中国69年 不灭亡中共 民主无从谈起 那么导共就是未来 民主转型的一个先决条件 也是未来民主革命的第一诉求 所以把这个导共符号 在全国各地推广开来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符号画起来非常简单 那当我们大规模上街的时候 我希望这个抗争阵营的 就派出大量的人员 在全城各地的这个公共建筑上面 我们画上这个符号 当然了 这会造成一定程度的 公共建筑的损害 但是将来革命成功之后 很容易就把它恢复掉了 但留下几个未来 作为历史的遗迹 作为历史的纪念 那是可以的 但是大部分的公共建筑上面 我们会很容易 把这个导共符号再重新消除 那这是未来的事情 但是在革命当中 我们一定要用这种 破坏力最低的方法 造成最强大的 动员革命的效果 当然我们这个导共 只是民主革命的诉求之一 将来大家也可以创造 其他的一些象征性符号 让这些符号 在革命的造势过程当中 发挥出奇效 那这八类造势的效果 听觉造势的 是这个敲锅造势法 击鼓造势法 歌声造势法 口号造势法 还有视觉造势的四种方法 就是这个服装造势法 旗帜造势法 标语造势法 符号造势法 那这八种造势的方法 如果大家一起用上了 那么这个群体型事件 这个街头运动 成功的胜算就会极大的加强 这四种造势法要做好 要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是形式一定要统一 比如说这个服装造势法 服装一定要统一 几千几万个人穿着 统一颜色的衣服 这个造势法就会成功 第二个是规模要浩大 如果是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人 穿着统一的服装 或者唱着一支歌曲 那么这个效果是大打折扣 一定要有大量的人群 一起来运用这些造势法 用的人越多就效果越好 第三个就是时间要持久 不能经常变 不能说今天唱一个歌曲 明天就唱另外一个歌曲 一定要在一个运动当中 一定要有一个运动的主题曲 就跟法国大革命当年 它的主题曲就是马赛曲 后来成了法国的国歌 无论是服装还是歌声 还是口号 都要有一个一致性连贯性 让它持续到整个运动 时间要持久 形式要统一 规模要浩大 时间要持久 做到这三点 那么我们这八类的造势方法 就会发挥出奇效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希望今天讲的这个话题 对所有的这些 有志于未来从事反抗运动的 这些职业的革命家会有用处 我相信其中的有一些方法 我们一定会用到 我们用的越好 中国革命成功的就越早 中国人民为推翻这个专制政权 为实现民主所付出的代价就越小 今天讲到这里 希望今后和大家继续探讨 中国民主转型的 有关战略战术的问题 有关的技术问题 希望对这些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继续收听和关注我这个频道 也希望大家提出各自的意见 我们一起来探讨 谢谢大家 再见